好 那我看你 你這個待多久 很久 幾年對不對 兩年起跳 怎麼辦 什麼情況 按那個 那個求救鈴 求救鈴 上面上面這個嗎 對 我們現在有按幾樓嗎 12樓 不見了 你現在怎麼辦 按下你拜託求救 按啊 原本是正常大家上電梯 結果 關門然後正要上去的時候 到二樓的時候突然停了一下 然後我們大家就 想說為什麼電梯沒在動 然後就突然往下掉了一下 然後我們全部就嚇到 然後就趕快按那個 緊急求救鈴 然後沒有用 然後就那時候俊佳就狂按 幹完蛋了 這也沒訊號了 後來就直接 按那個開門 門就開了 好先進去 先進去 先進去 電梯他媽丟下去 先進去先進去 先進去 我們看怎麼才幾個人 他連是 他連超中的啊 然後門就打開了 停在二樓 然後我們就趕快跑出來 然後趕快走樓梯到一樓 然後跟大家講這樣 然後突然電梯 電梯沒有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我這樣 瘋一下 有水樓 那誰敢上來 幹的我他媽直接走 他媽好險門的 你趕快我直接走 就是這樣 找到水樓 你自己不要這樣 他找水樓呢 他找到水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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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因為電力問題 然後 我們前一場的比賽 都還沒打完 然後就 停了很久嘛 好無聊喔 完蛋了啦 對啦賣退了 聽到打到幾點 結果後來等到後面就是 比賽直接訓銷了嘛 改天了 哈囉觀眾觀眾 歡迎回到二贏二十PCS 夏季例行賽 來到今天下半場的比賽 雖然這個 這周其中之一個龍頭對決 大家沒有看到 但沒有關係 PSG要來對上FAK了 也是我們的前段班對決喔 我在對上FAK的時候 就是我們拿有線拳的英雄 然後我們去做野區的進攻 然後看小龍 跟看蟲 就是我們下路的比較 優先級別 現在 打FAK的時候 庫吉雷歐娜是 FAK先拿下的首選 上去了 RUNY有機會上了 RUNY去上了 不過上路的E鍵來推到了 阿智配合剛跑線的凱薇 一顆STAR的衝擊仙甲 翔蘭硬換那邊E鍵的閃線 躲掉之後回頭敲恩土浮強襲 也讓E鍵在上路 納到一個擊殺 選擇直接ER指 進去一個一波的控制 但斜尾穿式也有撈到凱薇 但阿智第一時間掉了比較多的血量 反正後面俊佳過來被遇到 這波大絕機的彈射 還有一般的火箭飛了過來 把俊佳給轟死了 快走了快走了 走不了 大龍 這樣子會大龍欸 凱薇的拿手角色是雷奧娜 然後 我覺得他拿到雷奧娜之後 他就很清楚 他對線跟 跑線的那種 Timing是甚麼時候 然後 我覺得都做得特別好 包括他後續的時候 我們的可能上野埔的戰鬥力 也沒有他們的上野埔好 所以 就會變成你會看到凱薇一直在游走 然後給中路壓力給上路壓力 可以利用火炮去稍微騷擾消耗降 閃現Q3撈到俊佳 再配合太陽神絕效用控制 把對方的死個控到死 那上路的高地也被拆掉 挖口被Mapo追著跑 阿茲在前面硬扛了三隻 四隻的超級兵 但依舊沒有辦法將Germann給擊殺掉 被對方的煉獄風暴炸死 我們要恭喜FMK14比4 拿到下本場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他們看起來不太願意跟我們換血他們 你發現他們的人 他們就跟你們富農 對啊 他剛剛你玩10個的時候 他都不打算跟我們換血了 你贏過耶 他不會給你機會的 對啊 富農10個還蠻爽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把也是 你這把 應該要很爽 照你這樣說 你這把就是爽局阿 我這把就贏很多的 這把感覺就是 我感覺就是日女 一直來比賽納版 對啊我們去拿 所以你中路也沒有 你中路也沒有優勢啦 然後中路就完全就是 兩面輔助在忽視 而且他第一場還傷到我們就要上路啊 我感覺是打雷歐納 其實有點不好打 就我們沒有發力的地方 我覺得打雷歐納很難 對啊 會有點那個 他換AD我感覺都差不多 他帶來的太強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場 其實我們被他的雷歐納 他去哪邊我們都是在 想辦法跑著玩 所以說 打完那場之後 我們覺得太被動了 做不到事情 再加上 其實他雷歐納玩得特別好 所以我們之後的比賽就都把他封鎖掉 對剛是把算兩個 上一把都有出過的角色 Sanna雷歐納都被PSG給BAN掉 這邊也換了嗎 哎唷唷唷 你說今天單挑要選 上路再選一把是嗎 你敢拿匿命 那我就準備好要針對你囉 蛤 完蛋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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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級的換線 就讓雷格爾在一等的優勢發揮不出來 因為他 一鍵候選 選雷格爾打 逆命嘛 然後 因為那時候覺得 前面沒有那麼好打 然後 因為我們在 以前就練過換線嘛 就是在前面 不舒服的對決的話 就用換線去處理 避開那個前面的對線型 然後所以那場我們選擇 主動換線嘛 才導致我們 後面有一波上野2v2 能贏 那一鍵 就鎖回了草叢裡面 這殘忍只是要滿的喔 阿智 先想要再跑 但是一鍵是利用了 強化過後的W 但還是被對方給推到牆上 一鍵剩下300滴嘛 沒踩了 直接追 好好你追他喔 想要幫忙 但是最後再回頭再一跳 混了一口血 但被掛傷了虛弱 GEM9並沒有辦法幫助自己的上路逃生 而首殺屬於君家 這個版本雖然換線被虛弱了 不過因為我們 上路跟中路的對線其實都是不好打 但換線就可以讓 對線期直接度過嘛 所以我們其實就 也讓打野拿到了一些野區的優勢 就整體來說我們換線拿到滿多優勢 準備打架了嗎 準備打架了啊 他會勾的 但同樣的野賽按出了些尾穿字之後 把對方的兩個人都給抓住 欸獅子狗在左邊 先倒地 凱雲也必須得撤退 後方一鍵 回了一大鍋的血 載星道草叢 跳到MAPLE的身旁 帶被一張金牌給釘在原地 化為了死木之花 公使PSG在拿到了一波的一換五團戰ACE過後 拿到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真的必須要稱讚PSG在第二場的一對情況啊 就打一個節奏之後 反正然後浪聲開門動不了 他們就玩不了 我覺得 確實打他們浪聲出去動最好 有節奏的話 我正兩次就有節奏啊 第二場之後我們 改變了我們原本的方向 我們BAN掉了 玩得很好的 Leona 然後我們去 採取可以拿到線權 我們可以去掌握節奏 掌握優勢的 陣容來選 那我們就是掛 Leona這個BAN 就是無條件就把Leona Leona這個就必BAN 就是Leona 剛剛在賽後其實也有提到的唷 就這一BAN下來的話 確實很影響到了凱雲在開團當中的發揮 一是一個換線的情況喔 不是重點 但至少是去拖了俊佳的時間 第二輪的勾子應該鑽好了 再來再來 勾到了牆壁 但這樣俊佳有得考慮交閃 他沒閃 他沒鬼步欸 能殺嗎 他沒鬼步欸 他要死了啊 他也沒閃了 他也沒閃了 你們殺嗎 你們能殺的好 走啊 我閃現吧 我閃現吧 他死了 展現的靈光炸彈補普攻 沒有了鬼步的意見直接倒在原地 手上被Maple拿下 FAK一等的策劃看起來是有點失敗 第三場 他們也選擇換線吧 其實他們換線的話 因為他們上下路 對線應該都不是很好打 所以他們想說規避一下前面對線 然後選擇換線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有防罵 我們算是防他們 陸野 然後有抓到其實 因為我們打架起來其實不虛他們 所以我們抓到之後就變得很打野心 欸可以收我再收 打前排就贏了 打前排就贏了 硬罐又要被秒了 急飛下來之後被痛苦撕上給車子 屋底這一波的散開也成功留住了Germyni 再配合Maple一波的傷害 灌上打出了Germyni的閃線 Maple一切後金牌丟的是凱薇 Gmyni在下面是已經被提給打退 正面的俊佳擊殺了Germyni 這種暗魂曲唱了下來 但沒有任何人會因此被擊殺 Maple一波他已經全部封裂 俊佳 阿智準備從下面的進攻 他們的眼力 自由主抱 我們要恭喜PSG 自由比武 拿下了下半場 BO3系列戰的勝利 雖然是在先丟一局的情況下啦 但成功浪一追二 他這把是不是一隻鹿野 他鹿野超帥的 他撞超多 他撞馬啦 他撞馬啦 2、5、3、5